27年前,河南商丘的一户人家降生了一顿双胞胎姐妹花,这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可没想到天降厄运。 张玉胜尚未来得及,看刚出生的两姐妹一眼,便遭遇了称呼。 三个月后,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回家,没想到却被告知自己最小的女儿被丈母娘送人了。 如今已经过了27年,张玉胜已经70岁,双胞胎中的姐姐贾惠丽也长到了27岁。 或许是双胞胎天然的联系与牵引,贾惠丽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执念,那就是找到自己被送人的妹妹。 于是贾惠丽找到了自己的外婆,想要从她那里获得一丝妹妹的消息。 贾惠丽和大姐二姐三人来到了湖南长沙,这是当年妹妹被送人的地方,外婆也居住在这里。 可让记者不解的是,当年外婆为何要将亲生的外孙女送人呢? 二姐解释了原因,泪眼婆娑地讲起了当年的事情。 那天双胞胎降生,父亲出车祸,落下了残疾。 母亲不知怎么健身状态也出现了问题。 当时张家已经有了四个孩子,本来家庭状况就不好,父亲又没有了收入。 这对双胞胎的出生对于这个家庭可以说是一种负担。 于是外婆自作主张,趁着父亲在医院治疗的时候,就将妹妹抱养给了长沙的一户人家。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知道后气愤至极,母亲的精神状态更加恶化。 因为身体原因,张家没有了收入来源,瘸了腿的张玉生只能领着孩子出去逃犯。 虽然始终担心和想念小女儿,可终究是没有长回来的底气。 见到外婆后,姐妹三人哀求着她透露一些妹妹的消息,但外婆却始终不愿多说,只说自己八十多了,记忆都模糊不清,记不得了。 对于妹妹被外婆擅自送人的事,几个姐妹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将外婆始终不愿透露,言辞有些急切起来。 外婆这才透露,当年不是她亲手转送吗? 当时是自己的妹妹,也就是三姐妹的一外婆联系的人家,可一外婆也是闪烁其词,最终被逼得受不了的时候,才躲到一旁,打通了一筹电话。 几个姐妹开心不已,都觉得这次一定可以见到妹妹,却没想到一外婆并没有带来具体的消息,而只是透露了当年收养妹妹那户人家的地址,和收养妹妹的人的名字,曾志平。 那家人的住址在长沙五沙灵的星河大队,可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城市早已拆迁,曾一平如今搬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但终于也算是得到了一点线索,几天的等待也并不是全物收获。 三姐妹拿着这一点信息来到了派出所查看户籍,根据线索,一共有两户人家符合特征。 而从身份证照片来看,其中一位和贾惠弟长得有一些相似之处,这让贾惠弟高兴不已。 连忙赶去了那户人家,顺利地见到了曾志平的丈夫,可曾志平丈夫的回答却直接浇灭了众人的袭击。 最后,曾志平的丈夫还特意拿出了那个女孩子的照片,众人又仔细对比了一番。 虽然长相还是可以看出来有相似之处,可两人的出生年份是不一样的。 旁边的邻居也亲口证实了,他们找的这个女孩确实是正乎人家亲生的,并不存在有抱养的可能性。 曾志平的丈夫前面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如果想要一个孩子也肯定是男孩, 绝对不会去外面抱养一个女孩回来。 贾惠弟被说服,只能遗憾地离开这里,现在符合线索的只有一户人家了。 那这户人家究竟是会收养妹妹的人家吗? 记者找到了那户人家的住址,可敲了半天门都无人应答。 为了获得更多的线索,三姐妹又找到了姨外婆,可姨外婆也是满脸的遗憾, 她仿佛真的不知道更多的线索了。 三姐妹越说越激动,跪地哭求着。 三姐妹苦苦哀求,满心期待,她们知道其中肯定还有隐情, 但突然出现了女人却将姨外婆拉走,事情陷入了僵局。 突然一则电话打来,她也是送走妹妹的知情人之一。 电话里透露,当年她打听到曾志平家无儿无女,生活条件又好。 于是半夜12点抱着妹妹来到了曾志平家,将孩子放在了曾志平的门口。 放了一挂鞭炮,看到那人出来便走了。 根据查到的第二家的情况,这户人家确实是当年的曾志平无疑。 第二天,记者再次赶到了那户人家,开门的是一个叫做唐花宇的男人,他就是曾志平的丈夫。 面对记者直接的提问,唐宇华愣住了,他沉默了片刻,黑着脸转身关上了门。 记者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双胞胎的情况,但唐宇华一直在否认,极力回避。 后来随着谈话的深入,唐宇华终于承认女儿是收养的,但却不是从河南商举收养的。 他们收养的这个孩子是长沙本地的,而且有中间人,绝对不会是贾惠丽的双胞胎妹妹。 此外,他们是在1986年收养的女儿,并不是妹妹被收养的1985年。 最后唐宇华一再强调,就算自己的女儿是贾惠丽的妹妹,她也希望她们不要来打搅女儿的生活。 记者拿着女孩的照片回了酒店,虽然两人长得很不像想,但贾惠丽却无名相信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妹妹。 她越想越开心,只恨不得现在就去见她一面,可姐姐却有了不同的意见。 既然唐宇华已经明确表示不要来打扰女儿的生活,他们必须得尊重收养人的想法。 而且尚未确定那女孩就是妹妹,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50%的可能性去打破别人安宁的生活。 我不走,你要走,你走吧,我不走,你走吧,我不走,你走吧,我不走,我不走,就是不走,你要走,你走,我不走,我要见到每个人的嘴。 但贾惠丽却不愿走,明明已经亲在支持了,明明再往前走一步就好了。 她所求不多,只要见一面就好,只要知道妹妹过得怎么样就好。 这是她27年的溯远和执念,她不能,不肯,也不会放弃。 在姐妹俩的争吵声中,我们终于知道了贾惠丽如此执着要见妹妹的原因。 其实当年被送走的不只是妹妹一个人,贾惠丽同样被送人了。 只不过是因为送养的地点离家较紧,几年后又给接了回来。 但那几年的经历却让她的心里有了不安与阴影,所以她才这样执着地想要看看这个异母同胞相似经历不同人生的妹妹。 就在这时,曾志平亲自打来了电话,也带来了一个更快的消息。 那个女孩不是贾惠丽要找的妹妹,曾志平当年确实看到三个人将一个孩子放在了家门口,但却并没有收养的那孩子, 而是转手又送人了。 现在的这个孩子是一年后她在长沙本地之外。 听到这个消息,众人都很诧异,贾惠丽更属不愿相信。 她认为这都是曾志平不想让自己见妹妹的托辞,他们决定再和唐雨华做一次沟通。 唐雨华却还是坚持女儿,确实不是贾惠丽的妹妹。 当年那个女孩被他们送给了一位和奶奶,后来和奶奶死了,再加上那个女孩身体不好,和奶奶那儿子并不喜欢,将她再次送人。 记者联系了和奶奶的儿子,但由于年份久远,和奶奶的儿子也记不清抱扬人家的联系方式了。 到此,线索再次中断,跨越27年1100公里的寻亲,最后的结果终究是露满了遗憾。 假惠丽的执念或许永远都不会再圆满了,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也许这个世界的某一处会有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子。 她们一母同胞,血脉相同,尽管并不认识,但自己这个做姐姐的会永远记瓜她。 在社会的枷锁里,身和养的矛盾似乎是永远存在的。 松养的一方在肉干年后肯定想要渐渐失散的亲人,因为血脉传承就是这样神秘,又彼此吸引的。 而领养的一方却往往希望这个秘密被永久地掩埋,仿佛这样就可以取代血缘,拥有孩子的全部。 但培养一个孩子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养儿返老带来的安全感,而是拥有并享受孩子成长的过程。 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家长付出了心血,也相应地得到了满足与快乐。 只要毫无保留地爱着这个孩子,不管是不是亲生的,在秘密被揭开的那一天,都可以坦然地面对结果。 最后,贾惠丽给自己的妹妹写了一封信,如果还有缘分的话,希望她可以看到。 亲爱的妹妹,你好,我叫贾惠丽,1985年4月15日出生,来自河南山丘。 也许你不知道我的存在,可是我想告诉你,我们是双胞胎。 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你。 当年我出生就被送走了,从此留在河南,韩宁却在家待了三个月,之后被外婆带到了长沙。 虽然命运相同,但我其实很羡慕你,你毕竟享受过亲人的温暖, 而且被送到了大城市,而我留在了农村。 养父母对我很好,他们口头上说,想要一个女儿,可我知道那是同情我,可怜我。 我从小感到很自卑,而你不同,你会有一个不错的家庭,你会上大学受教育, 你一定会过得比我好,可是这一路找来,我才知道你的命比我还不好。 从初生到现在,从河南到长沙,我们之间隔着27年的时间和距离。 亲爱的妹妹,我想告诉你,在这个世上还有一个我,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你, 我很好奇,我很想站在你面前,细细地看着你,问你一句。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结婚了吗,生活幸福吗? 我想告诉你,我没有忘记你,我很想记你。